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演唱会期间会有个闭关时间对闭关一到两个月这样差不多把剩下的歌曲全部都制作完还有就是争取在演不是争取在演唱会上都可以唱可能会保留一到两首演唱会之后发表吧对啊和神秘嘉宾后做的那首歌完成了吗那个歌已经完成了嗯对啊嗯可以透露新专辑我有多少首歌吗呃多少首歌我我好像不能透露我多少首歌 嗯对因为今年这个歌曲的是要有个宝还是留一点点小惊喜吧嗯嗯 这一次新专辑制作的过程中哪首歌最顺产哪首歌最难产嗯最顺的 哦好像都挺顺的吧因为很多歌曲都是我我这一年来的一些状态直接就写出来的嗯没有很难写的歌啊都还挺顺的对之前听说逗牛有创作很长一段时间是这样的吗逗牛是我去年写的它应该是我最最长时间的吧 因为这逗牛那首歌我写了一个月啊才写完哦所以嗯那个应该是最难的最顺利的合作的歌曲最顺利吧嗯因为合作的歌曲是我跟合作对象一起创作的所以还还还蛮顺利的对 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新专辑你会怎么概括呢新专辑啊嗯新世界对大爱温暖啊可以具体解释一下这三个词吗新世界是因为我觉得今年我的整个的主题是围绕一个想让大家知道嗯因为今年是新世界第一年吧就是我去年跟大家说哎五年可能是一个一个过程 然后那从第六年开始会有一个崭新的一个开始所以我觉得那一个崭新开始的新世界它应该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对所以今年的歌曲也会有一些根据我的自己的成长然后呢会有一些嗯我觉得还挺大爱的歌曲然后还有就是温暖因为我有重新来去定义我们的歌是什么样子的对 温暖是指会有慢歌吗会有慢歌的啊很很很很安静的歌嗯相比起前三中专辑这次新专辑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最大的改变啊我想一下跟其实也都还是在 哦对啊对以前的东西会比较自我成长而这一次是更多的是打开是一起成长的感觉对对就是在音乐里面不仅仅只能听到自己啊那你认为新专辑最大的惊喜是什么呢 惊喜应该是有一些曲风不太一样吧没有跟我以前的风格不一样的音乐对这个算惊喜吧嗯比如说呢不能说这个嘿嘿嘿还是留点惊喜嘛说出来就不是惊喜了对你会给新专辑打多少分呢满分啊当然是满分100分的话就打120分吧嗯 我生活中其实还好就是基本上都还挺平静的对然后嗯很容易很容易满足吧对嗯吃个冰淇淋可能就会这一天都会过得很开心的一种对不太容易有很大的波动吧 那偶尔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失落呀嗯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但是这个自我消化很快对舞台上的话会容易剖析自己更深一点对但是生活里面不太去让自己想这么多对就想让自己简单一点没有必要天天去挖自己的内心深处就挺辛苦的对这样会挺累的 那写歌的时候会剖析自己的内心深处吗写歌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剖析自己的状态挖自己灵魂深处然后来去找一个状态对平时就不太这样对那你怎样看待代表作这个词觉得自己的代表作是什么哦代表作哦我的代表作是什么好难啊这个词要想想想想一下的话每一首歌都算吧 因为我每一首歌都是在我一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心态状态下写出来的它就能成为我的代表作哦硬要想一首歌就很难啊之前在音乐节的时候有即兴创作演唱会会考虑吗演唱会即兴创作吗这个很简单啊对啊就这个现场吧因为我每一次即兴创作一定是现场的氛围它到了哎 所以可能这个感觉就是现场即兴来一首吧对就是这样所以我我不会专门去设计这个环节一定是现场凭感觉的啊所以今年演唱会也是一样如果氛围到了那个程度的话就写一首呗对啊开开心心嘛用音乐的方式来聊天挺好的嗯除了排练歌曲之外演唱会还会做什么准备舞台什么都已经设计完了然后演唱会肯定是全程参与的就是从舞台啊音乐啊 包括造型啊然后就这一切其实都会都要参与现在准备好的已经是把舞台舞美灯光这一切都设计完了然后就是歌单第一场定完了因为是因为是临时加第二场所以第二场的嗯所有的歌曲还没开始定是接下来之后会再把这些歌曲整理一下 嗯然后就是新歌要看看怎么来分配一下对 每一年的火星之约花花自己的心态有没有什么变化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一年一度的一个聚会然后我其实是想每年都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变化包括今年演唱会也是会想就是说开四面台这样一个变化玩一些以前没玩过的甚至连明年演唱会也都想了 哈哈对就是新世界嘛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些嗯新鲜好玩的东西那今年我可能在音乐上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嗯会让大家觉得哎好像新的世界花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嗯带来的东西是是属于新世界的音乐对然后明年呢会在演唱会的形式上也会有更多 嗯新的东西对 同时筹备演唱会和新专期会有压力吗压力还好因为我觉得东西都是在 一点一点做对 不应该在做音乐的时候有压力有压力感觉怪怪的对 演唱会会邀请自己的朋友们吗比如单位哎呀我我其实每次我我其实有点不好意思邀请我的朋友对因为我觉得怪怪的对因为好朋友的话他们想来其实就告诉我我我就会请他们来但是我主动去跟我所有的朋友说啊你们我要看这会你们要不要来万一有些人他其实不想来但是会觉得 拒绝我挺不好意思的就就来那个感觉就会怪怪的吧对所以我通常都是嗯既然好朋友嘛愿意来的话就来吧就是这样嗯 嗯那你会期待朋友们去吗可以期待嗯对我觉得因为来的话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是比如我的朋友 然后有时候有时候会来我演唱会看我演唱会那他们来的话我就会很想有一种再告诉我的朋友看我这个是我的 呃火星家园有没有觉得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氛围很好就是我很想给我的朋友介绍这个这个状态这个家园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有一种想把歌迷们介绍给我的朋友就是让他们看一下 对啊对啊所以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对但是如果说我主动把别人拉来哎你来看一下就有点怪怪的对 最近喜欢什么风格的音乐我近半年来一直在听只听古典乐了对听歌喜欢单曲循环还是随机播放随机随机播放的嗯好调破音忘词最不能接受哪一种情况发生我都能接受 现在的体重是多少我今天早上称是104斤比起你最喜欢的口味是香草味 好我现在我现在我看一下他们画的画的画的画我他们画的真的还蛮好的 看看有没有很有感觉的画 有没有那种可很可爱的二次元的哦这个好厉害哦 我给他点赞啊好吧这个画的好好啊看得见吗哎 蜡烛耶他画的是蜡烛哦这个好好看啊 我要山段不了来路我要水挡不住归途我要门票都到我口袋 š Movie 还可以 赞一个吧 看一下有没有好看的画 爱在地土上摸摸摸 啊这是 这dddna ditän 这个也挺有意思 看一下 他们画的 我挑一些我觉得很好看的画 有人竟然画的跟我画的水平差不多 这个人 这个人画画的水平跟我真的差不多 而且也是画猪 给他赞一个吧 赞他等于赞自己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画画得也很好 我还蛮喜欢哈利波特的 赞一个吧 哈利波特 我喜欢伏地膜 哦 只有我 海思科一二八零 等待着大麦 只有我 看着别人能强盗 竟然还等待 就让我守着 天真的道理 不愿意明白 OK 这个还不错 没强盗 没有强盗 没有强盗就对了 我也没强盗 诶 我觉得这个人的猪画得没有我好 真的 我难得看到一个人画得比我 还比较好的人 对不对 他画得没有我好 他连九尺钉耙都画错了 他画成了一个 三耙 猪鼻子都画歪了 猪鼻子都画歪了 好了 暂时就这些吧 还挺挺好的 画得 他们画画真的还蛮厉害的 对 就这些 选出你印象最深刻的三部作品 有一个蜡烛 那个是我觉得最最好的 我特别喜欢他 哈利波特吧 画得最最好的那个人 一定是跟我画得很像的那个猪的 对 嗯 他是最最最最厉害的 因为 嗯 跟我很像 赞你们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华晨宇 想了解我更多资讯 请关注腾讯视频官方微博微信